中国大陆新总理李强 首度带着四位副总理 一起亮相国际记者会 但是一开场就罕见 跟口译员讲话重叠 李强身旁的口译员 翻译节奏没装好 让李强对他打pass 我讲完该你翻译了 或是 李强可能还不习惯 国际记者会要等逐步口译说完 最后主持人华春莹拍拍翻译的间 似乎在说辛苦了 李强以白话亲民的风格 回答经济难题 但是安排自家官媒打头阵 跟过去以外媒彭博社 户头CNBC 美联盛等开场不同 而且这次西方媒体 只给CNBC提问经济成长 美联社法新社都认为李强是习近平意志的贯彻者 CNN则指出李强曾执政上海应该是清商路线 四百年法 造成台湾 要用民企业家调朋友 这是李强首席 只有一个半小时跟时困题 相对上是比较短的 但不能看出他未来 这种政治状上稳住外自信心 以及稳住中国经济发展 以上TV朱光宏 陈勇文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